你好,我是很關注健康的 剛才Ivan,大家出來聊天 我本人基本上都是很著重身心射靈的思慮和做法 因為我家人曾經都試過患上一些癌症 當時我就不懂得去處理 叫他去看中醫、西醫和出出入入 但後來我發覺也不太好 到時我有什麼事,我又怎樣 所以我一定要找到健康的秘密 所以我就去尋找很多不同的食物、用的東西 或者儀器、茶、甚至去看中草本 所以我發覺健康都可以掌握了一些 甚至我看到一些病人,因為我經常去探訪 去探訪過一些醫院 看到人生真是很可惜,有些事情很遠 就是因為我們不懂得去處理自己的健康 以至有病或問題等等 影響了家人,甚至要照顧等等 所以我覺得不是錢的問題 而是自己的身體都不舒服 所以我一定要呼籲一下大家 一定要看到健康的重要性 無論你是什麼身份、背景、資歷都好 你一定要想到自己 健康是你的第一負責人 所以我想大家探索多一些健康的理念 以及如何走路、習慣等等 而我自己也有這些習慣 為什麼呢? 因為我自己也喜歡跑步 又喜歡跳舞操 去搞活動、行山等等 吸收大自然的精華 以及那種漂亮的地方 還有一件事 要令自己開心 還有健康也包括開心 所以我們叫做身心射靈的 全人健康的一個理念和實戰 什麼叫身呢? 就是身體健康 心呢 就是個人快樂 有沒有什麼不開心的事情 射就是一群群體一起的活動 或者令到你看到一些不同的關係 以至你都會感覺到一些人生的意義 而靈就是你的價值觀 從你小時候開始 原生家庭 到你工作、工作、朋友 所有的你所接觸的人 都會影響你的價值觀 所以我們要怎樣在裡面 做好這個環境 如果用中草本的一個理念 怎樣去平衡 甚至你能夠提升自己 我會看到這個 你要怎樣去 將自己的思念 向好的方面發展 以及向好的方面走 以至你會走得更好 更開心、更快樂 什麼叫中草本呢? 就是 坊間其實很多植物 或者靈芝 或者是杞子 或者是很多牛頭菇 等等的一些 不同的中草本 原來我發現 我所接觸的中草本 不只是針對功能性 只是針對 去攪胃 或者肚痛 或者用一些胃 或者用胃的處理方 而是不只是這樣 而是能夠成為一個 餐桌上的食品 什麼叫餐桌上的食品呢? 就是我們在日日吃 平時吃 或者是經常吃的 所以當時我弄傷了腳 我吃了一些叫薑黃耳仁 和葛根 那這些就是 一顆腿狀 那很好 它就幫我消炎 讓我的腳沒有那麼重 就是關節的腳 腳掌的位置 所以我後來看到 咦? 這條理也不用特別去吃西藥 也不用刻意去打針 也是可以透過這些植物 或者我們叫餐桌上的 上成的食品 我通常去吃 還有我們說 中草本 很多時候都有人關注到 它來源地在哪裡 就是我們怎樣去找到 種植地 你知道那些水源 環境 沒有污染 那麼好 我就找到一些 它自己買了自己種植場地 自己種的一些 地道的食品 地道的一些藥材 因為一方水養一方植物 所以我們就專門 我找到這些種植場地 還有企業也都做了這件事 所以我就慢慢慢慢認識了之後 知道它自己都自己生產 也都用一些最適合的 活性成分的一些溫度 就用科學方法做出來 比如杞子 大家知道杞子就是護乾和平木 如果我們要好的杞子的成分 就要三十幾度 就是煲到那個溫度 那它的活性成分出來 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吸收得更好 還有更多 但是如果我們不是這個成分 我們自己平時拿回來自己煲 可能煲過龍的話 那你的活性成分就會少了 那你吸收的就沒有那麼多 那將好的種植土地 出來的統一管理 田間管理那些 然後再自己生產的過程 然後再出來的話 那這些才是好的一些中組換 還有我們也會看到 還有一樣 剛才提到的 餐桌上的食品 就是一些上乘的食品 就像平時我們在桌上吃東西 那些菜 我們平時吃 每天吃都可以的 那也可以的話 那你身體慢慢調理 那加上 為什麼調理 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好像一個風景的地方 你看到一些水源很漂亮 還有一些樹木很漂亮 其實它是一個生態 我們想將我們的人的生態 慢慢將我們的人 扶正 扶正氣 增強我們的免疫力 將毒素排走 另外還有就是 我們說 平衡我們陰陽 因為人有陽虛陰虛 那如果我們將它平衡 其實我們的細胞各方面 都會好一點的 運作得好一點 甚至我們都會生生細胞 都會慢慢越來越好 因為 這個就是一個生態 再加上 你五臟六虎的運作 更加會調回更正 那只不然就病痛 病患都會少了 甚至 健康問題都會沒有了 所以我們都會著重 就是一個 中草本就是一個 平衡你的生態 你的身體 還有你的心情 還有我們說 原來我們說 好像說 做了條養 之外我們還有一些 生活習慣 你會不會少肉多菜 平時飲食的時候 還有 吃東西定時 我們都鼓勵這件事 還有運動 你有沒有走過一萬步 每天 還有就是 你睡覺會不會 十一點前睡呢 如果十一點前睡呢 那你會更加精神的 但是如果 我下午睡冷靜 其實都可以的 睡十多二十分鐘 但如果我們平時 這些習慣都 不容易的話 那你就 要自己去處理 再加上 還有我們情治 我們會不會有正向思維 因為人呢 我聽一些專家說 百分之九十多 就是因為 心情不好 然後 沒有口吃東西 然後又胃有事 然後營養沒有什麼 吸收到 然後其他其他問題出來 所以 其實情治 幫我們正向思維 都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這個 就是一個 養生固本的一個理念 固本是什麼 換言之就是 剛才提到的事情 你要搞好你的基本的東西 好像一棵樹裡面 那個筋很重要 那個筋是令你能夠 看到原來人的 都是因為這樣 處理了基本的東西 你自不然出來的東西 都會漂亮很多 生態很多 環境又很多 你看的東西都不同的 你見的東西都可能 看到一些不同的東西 一不就是看一些負面的東西 所以呢 我們要把這幾樣東西 搭在一起 就是 你扶正氣 平陰陽 橋狀虎 五狀六虎 心肝皮肺腎 三招 再加上 飲食 還有喜居 還有 我們運動 還有我們的情治 等等 這些都是我們跟回 中華養生的一些理念 本來它已經有幾千年的文化 這幾千年的文化 不是一朝一夕出來的 所以我們都可以 應用它 然後再加一些科學方法 結合在一起 成為一個中草本的條例 留意到世界 都很多環境的污染 空氣 食物 又有 水銀毒 等等 原毒等等 其實我們很多環境的問題 我們都有時吃農藥等等 所以其實我們都需要 真的找些 自己都要懂得去 將自己去調較好 其實我最後那句 就是希望大家 一定要看重力的健康 顧本那件事 因為這件事 會影響你的一生 包括你的家庭 人際 你的工作 以及裡面所建立的關係 如果你健康不好的話 你就真的 自己受苦 身邊的人都會有鼻軒 所以大家都會知道 懂得想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